但是不论灵兰多少人围攻她可都伤不了她分行 眼看着再不阻止美藤真喜雄灵兰将必败无遗 于是川西生掏出了匕首 就在真喜雄刚刚击败另一名用铁棍偷袭她的灵兰不良后 川西生向真喜雄狠狠赐去 一代奉仙战神也就此陨落 而在那场决战中 灵兰三大派系之一的重景也被打成重伤死在了医院 最后在家木大哥的出面下 凤仙与灵兰签署了停战协议 事情才算但且结束 这便是漫画中美藤真喜雄在凤仙所发生的事情 虽然她在漫画以及电影中出现的并不多 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漫画中的直言片语看得出来 她的实力真的很强 而且她所带领的那一届凤仙是唯一一届在战力上胜过灵兰的 如果不是美藤真喜雄被川西生用刀子刺中腹部而亡 凤仙在有真喜雄实力的加持下是真的可以击败不败神话灵兰的 但是也正因为她的离世导致凤仙与灵兰在后来又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火拼 熊切利栽在这件事后变得十分颓废 对于凤仙的任何事情她都不再关心 每天便是由走在多名情人之间 一直到川西生出狱真喜雄的亲弟弟美藤龙也入学凤仙后 那个时候的明海大我决定要向灵兰复仇 于是她找到了已经很久未去凤仙的熊切利栽 最终在明海大我的吉利劝说这下熊切利栽才答应助战 虽然在电影中熊切利栽表现的毫不亮点 但是漫画中的她还是十分强大的 在她与明海大我的单挑中明海大我最后也是艰难采取胜的 于是凤仙为了美藤真喜雄复仇所打出的第一场战斗正式开始 不过这场战斗在明海大我被龙谷原质击败后也宣告失败 而第二场则是在漫画Cross的第13章凤仙片中 由当时的凤仙的实际掌控者同时也是珍喜雄亲弟弟美藤龙也发起的 当时她为了给大哥美藤真喜雄报仇带领着凤仙前去攻打林兰 这位美藤龙也便是在热血高校二中龙谷原质与当时凤仙的扛把子明海大我 决战时在一旁观战的凤仙一年级新生 结果这一次的她遇到了一位比龙谷原质更加恐怖的存在 那便是芳污春道所以第二次复仇也宣告失败 虽然失败了但是春道也解开了凤仙与凌兰多年间的仇恨 而美藤两兄弟也对哥哥的死彻底释怀 至此美藤真喜雄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也彻底结束 而她也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她那咸云野鹤般的生活